哈囉大家好我是Stella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購入的新鞋子們 那今天呢會跟大家分享四雙我最近新買的鞋子 然後也會同時放上就是我穿起來的照片給你們做參考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雙是Chanel的鞋子 這雙呢我前幾天有穿過了 很好穿 這雙我會買的原因也是因為之前買過一雙同款不同花色的 覺得實在太好穿所以又去購入了一雙 在這邊長這樣 這雙呢是駝色的羊皮 然後前面呢是配上黑色的 有點像是斷面的花樣吧 然後上面還有鏈帶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這雙長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就是上一季的時候它開始出了這樣子的鞋款 因為這種鞋款其實蠻像它的鉛筆鞋的 只是變得說它變得拖鞋式的 有在關注我IG的人應該都會發現我其實出門非常非常少穿真正的鞋子啦 就是因為我覺得穿拖鞋好方便 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 所以我覺得買到一雙那種很好看的拖鞋是很必要的對我來說 因為我還蠻不喜歡穿鞋子的 我覺得這種鞋子就是好穿然後很好搭就是很美 然後它底下又有一點厚度這樣子我覺得很好看 這雙給大家看近一點 然後這雙有三個顏色也四個顏色吧 我是選駝色的 好像我好像沒有買過它們駝色的這種配色的這種組合 我覺得這雙很好看 那這雙我會買的原因是因為之前我買了一雙 就是我再把上面放在這好了 就是白頂然後黑色雙Z logo的 那一開始那雙穿起來就是這個地方會比較不舒服吧 就我自己也有發現想說 怎麼好像有點不舒服 可是就給它可能兩三次機會之後 它這地方會走得比較軟一點就會比較還好 我那雙穿起來有這個困擾 可是這雙我那天第一次穿出去 我覺得還好我這雙這邊是完全都沒有不舒服 那其他的其實它的鞋型就跟小箱的鞋皮鞋很像 那這雙呢我上拿40號的 因為我是一個大腳怪 這雙39穿起來就會太剛好 所以這雙我拿40的 這雙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如果你們一直在找這種懶人脫啊 小箱箱也有出了 可以去裝鬼看一下 好再來第二雙呢是 一雙Dior的鞋子 它應該是號稱 今年度嗎還是去年下半年度 就超級無敵難買的一雙鞋 那雙鞋買到下午還沒有穿過 就是因為我剛剛說的我沒有很喜歡穿真正的鞋子 好給你們看是什麼 雖然還沒有穿過 應該蠻多人知道 這雙鞋 是這一雙 那我覺得這一雙 我穿起來 也蠻修腳型的蠻好看 然後它就是一雙百搭的小白球鞋 我覺得穿起來蠻好看的 那這一雙就是它的detail給你們看一下 它前面就是有很多這個他們家的字嘛 然後它這個 這個設計啊 對我來說有一點 比較不方便的是 因為它這個 前面這個鞋帶的線 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剛好 所以它這個 就最後要扣上去這邊啊 大家看得到嗎 最後要扣上去這個地方鞋帶 就只會剩超短 只會剩一米一米 所以這雙鞋對我來說 穿脫比較不方便 所以基本上如果 要穿脫這雙鞋的話 我建議是不要把這個鞋帶 拿起來 就是可能要用鞋 直接這樣把腳踩進去這樣 然後我選白色 它有黑色跟白色 然後有低筒跟高筒 還有很長很長很長筒 我是選低筒白色的 後面這樣子 也有他們家的Christian Dior 就是應該還蠻好穿的吧 因為我還沒有穿過 這雙我是拿38號版 那這雙真的非常非常難買 我是去年去香港玩的時候買到的 就進去 然後它好像只剩這個尺寸 跟一雙37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很幸運呢 有我的尺寸 我就立刻把它買回來 那香港專櫃的價格 好像跟台灣差不多吧 所以我沒有很建議 在台灣專櫃 或是在香港專櫃買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的價差有點太大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呢 這雙呢我還是建議你們去找代購買買看 現在應該 現在應該已經有補貨了啦 所以應該比較容易買 好再來第三雙呢 就是會是一雙你們這樣 蛤?你買的是用鞋的那種概念 OK我懂 所以你們要聽一下我的故事 第三雙是 Valentino的鞋子 我他們家的鞋子 我都是買那個 你們知道嗎 尖頭然後上面有綁帶 有錨釘的那一款 美 我輕一天好像發現說 欸我好像買了滿多雙鞋子 都還沒有來開箱喔 不如來做個影片 跟你們簡單的分享 好 好 那這雙鞋 穿起來呢 我覺得 也好看 就雖然說 它的版型啊 看起來好像比較man對不對 可是其實上我腳 穿起來的感覺是好看 然後它也是滿修飾 腳型 然後腿型 我覺得也有修飾到 OK那 那這雙鞋就會長這樣 Valentino他們家 還滿經典的布鞋 那這款呢 你們可能會覺得比較man 因為 另一款可能一般女生 會比較喜歡的是 它前面沒有鞋帶 就是有假鞋帶的那一款嘛 那一款好像大家比較紅吧 就旁邊有一些粉紅色或什麼的 那這款呢 其實 我會買的最大的原因 有兩個 第一個呢 就是 我老公很愛這雙鞋 所以 他很常出門 可能十次有 六次都會穿這雙鞋 因為他有出男生的嘛 他很喜歡穿這雙鞋 所以 買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想跟他穿情侶鞋 所以我就買了 那第二個原因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是因為之前出國 然後我們在桃園機場 看到女生版的這一雙喔 打對著 你們說要不要買 但殊不知我根本平常 不太會穿這種 就是比較man一點的球鞋 但其實這雙鞋子很漂亮 就是 它的 detail做得超美 就是有布啊 有幾皮啊 然後 後面呢 還有這樣子 的星星 然後上面有一個麻繞藍 我覺得很美 然後底下還有它的帽子 這雙鞋 我就覺得detail做得很美 然後它的底又夠厚 就是 好看 然後這雙穿起來的小腿 會感覺 比較修長 會有修飾腳型喔 剛剛Dior那雙 穿起來就會是扁的 你們可以想像 converse 穿起來就是 Dior那樣穿起來的感覺 就腳型比較不會 有特別的修飾 可是因為這雙它底下有增高 所以這雙腳型穿起來蠻好看的 好 最後一雙呢 是 Gucci的鞋子 好 裡面一樣有這個防塵帶 美不美 欸 這雙穿在腳上就是很好看 因為其實 嗯 這種T字的 夾腳托 我覺得我穿起來不是那麼好看 因為會覺得前面的地方 露出來蠻多的 可是因為它上面的珍珠夠大 夠浮誇 所以它穿起來就意外的 把腳修飾還蠻漂亮的 這雙長這樣子 黑色的 然後上面就是有 嗯 Gucci白色的珍珠 然後中間有一個LOGO 這雙鞋喔 你們猜猜看我在哪買到的 如果有followIG的人 可能會有一點點小線索吧 是在桃園的那個 華泰名店城嘛 上禮拜吧 去逛他們的outlet 就已經被嚇到 天啊 Gucci的outlet超好逛 超多衣服 超多鞋子 然後包包也蠻多的 但包包就是 蠻一般 但如果你再找基本款的話 我覺得不妨去看看 那鞋子這雙完全就是被我撿到爆 因為它 打對著 很便宜 就真的以Gucci的涼鞋來說 算是很便宜 然後這雙它有 outlet有兩個顏色 黑色跟金色 然後它有兩種款 是一種是這種T字的 然後另一款是 上面雙圈 就是有一點更羅馬涼鞋的感覺 那那雙黑色是因為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我選了T字的 但那個款式穿起來也很好看 這種穿起來就是 美啊 然後很基本款 平底的 完全平底的 然後底是這樣子 就是蠻普通的 這雙我是買39號 穿起來非常的 尺寸非常的對 很美 這雙就是 夏天百搭款啊 然後很好看 然後又是黑色的 又是我的尺寸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打對著 就又是一雙打對著的鞋 就覺得 OK 不是因為它便宜而買它 也不是因為打折而買它 是因為它真的很好看 就 Outlet居然有這種好貨欸 今天這幾雙鞋子 最新最新買的是這一雙 是我上禮拜去Outlet的時候買到的 很喜歡 所以如果你是坐在桃園的啊 或是坐在北部的朋友 你們不妨去 GOOGEE的Outlet看看 我覺得 東西都很不錯欸 就可以去那邊挖寶 因為 現在GOOGEE的 台灣GOOGEE的專� 就正櫃 保護公司裡面的專� 就正櫃 保護公司裡面的專櫃 已經完完全全沒有打折這件事了 就是 打折機的時候他們也不會打折了 但是 沒想到 居然還有Outlet 就直接對折啊 所以如果 一直很想要入手他們家的東西的話 我就可以去那邊看看 耶~~ 超喜歡 好 今天影片呢 就是這樣子 簡單的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最近新買的四雙鞋子 希望你們看的 有一點小過癮 那如果對鞋子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都會回覆你們喔 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可以在我頻道旁邊名稱 按一下訂閱 順便把小鈴鐺打開 那 之後我有新的影片 你們才不會錯過 然後也可以喜歡這個影片 給我一個鼓勵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這邊可以到處理一下 achusett